冲绳美军基地感染奥密克戎 日方要求美军共享情报 中新网12月18日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冲绳县知事在17日的记者会上发布消息称 美海军陆战队汉森军营的一名50多岁日本男性工作人员 感染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这是冲绳县内首次确认到奥密克戎 另外 县政府透露该基地发生了99人规模的集体感染 据报道 集体感染的人多为12月初从美国来到冲绳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没有乘坐民航飞机 据称 尚不清楚与男性工作人员感染奥密克戎是否有关 因发生集体感染 驻日美海军陆战队为防止感染扩大 提高了基地内的警戒级别 感染的队员们已经被限制行动 据称与基地外的当地居民没有接触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会上 要求美方紧密共享情报并贯彻防疫措施 指出在防止感染扩大的同时 维持驻日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极为重要的课题